电商龙头亚马逊24号举行亚马逊全球开店台湾卖家高峰会 同时也宣布将成立台湾办公室 帮助台湾的卖家透过跨境电商的模式 接触大量的海外企业与机构买家 看好台湾企业的外销基础以及台湾制造优势 电商龙头亚马逊将在台湾设立办公室 建立专业的招募服务团队 并成立亚马逊台湾全球开店网路站点 为台湾厂商提供跨境电商服务 台湾的外销实力在全球是有目共睹的 只要你把产品放在亚马逊的平台上销售 自然全世界就会超过3亿的消费者 可以看得到而且买得到你的商品 跨境电商一定是台湾外销产业会去走的下一站 根据研究机构预估 2020年全球B2C电商零售总额将达到3.4兆美元 其中跨境模式销售额更是成长的主要动力 成长幅度约为27% 随着台湾传统出口贸易销售额下滑的趋势 B2B的线上买卖模式将带动整体经济成长 在这个大环境上台湾的外贸企业必须转型 必须发掘新的业务模式以去到 亚马逊就是进军台湾将协助缺乏国际贸易经验的台湾中小企业 加速拓展全球的跨期贸易市场 丁一堂人电视陈威瑶 赵婷玉 台湾台报导